行政长官选举3月27日举行 提名期下个月20日起 为期两个星期 行政长官选举两个月之后举行 下个月20日去到3月5日接受提名 随着选举制度改革 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委会 扩大到1,500人 提名门栏亦都提高至188人 候选人要在选委会五个界别 每个拿到至少15个委员提名 投票日要拿到过半数 即是超过750张有效票才能当选 提名期结束之后 资审会将会审查和确认候选人的资格 今次选举将会用到电子选民登记册 核实选民的身份和发出选票 中央点票站为了湾仔会展 选管会说因应疫情 鼓励选委进去票站的时候 使用安心出行 我们没有任何选举法例 可以让我们去约束他不让他投票 我们是劝语呼吁他用安心出行 但是我们这个呼吁是冒约束力的 当然我想选委他也会很合作 只要入去中央点票站和新闻中心 除了获豁免人士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 近期疫情严峻 特首选举的投票日会不会押后呢 凤华就说言之上早 关键是整个选举是否仍然公平公正 今次的提名期给当局去年10月提交文件 给立法会的时候 显示是由下个月15号至3月2号 然后再开始也减少了提名日数 选管会就强调以狠献为准 现在的安排也都符合法例要求 选举指引提到 若果现任特首陈球连任 现行的法例没有规定要辞职 或者优价才可以参选 但是要清晰摊分特首的职务 和竞选活动的开支 候选人的选举开支上限 增加到1760万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刹期报道